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来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负迷落 是我的人生处愿 品金灵相鸣 说羽花茶故事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羽花茶制作记忆 代表性传承人陈胜峰 明前茶贵如今 每年清明前后 都是采茶制茶的黄金时期 也是陈胜峰和茶农们 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 从小媳妇去帮我采茶 采成老太老 他们挺不容易的 天蒙蒙亮五点多钟就起床 起床完床以后 几点起床 四点多就起床 每一五百克羽花茶的牙液含量 达到了六点八万根牙涂 也就是说 我们的采茶工 每一要采六点八万次 才能做成我们一斤好的羽花茶 中国是茶的故乡 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茶在我国已有四五千年历史 且茶胜不衰 传遍全球 中国的茶讲究三分中七分座 茶叶的制作工艺 直接决定了茶的口感和香气 沙仙是我们羽花茶 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序了 它是保证我们绿茶 这个品质三绿 干茶色色绿 碳色绿 一点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我们多分类氧化酶的活性 是七十八摄氏度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短时间内 使我们的椰子的温度 要迅速升高到 要达到一百度 椰子的本身温度要达到一百度以上 我们才可能彻底地 要氧化酶的活性 所以说这是个洗烈火又是个苦烈火 南京羽花茶是草青类绿茶中的珍品 和安化松针恩施玉露并称为中国三针 柔年过后的羽花茶 在近三百摄氏度的炒锅里 琵琶作响 陈胜峰动作潇洒娴熟 茶叶在他的手心里不断翻转 随着锅温的变化 茶条颜色不断加深 越来越直挺 也越来越纤细 羽花茶炒制手法复杂 外行人轻易看不出门道 经过历代匠人们的传承和发展 羽花茶集合众多绿茶制作工艺一一身 综合运用了抖 抛 揉 搓 抓 挡 扣 以及推 磨等工艺手法 一朝一世 靠的都是千锤百列 羽花茶的制作呢 它的工艺是比较复杂的 它比一般的茶叶制作都要复杂一点 它首先要经过这几道工序 第一就是要进行鲜艳的采摘 鲜艳采摘回来以后要进行碳酿 碳酿好了以后就是杀青 杀青完了以后要进行揉联 揉联以后就是下锅整形干燥一起合成 出来以后呢这个茶叶就是形式松正 这个西景原址的这个羽花茶 近年来各级文旅部门和地方政府积极建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加大生态茶园建设 羽花茶产业成为了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引擎 参业 参与